今天我们会看看一首由Von Williams所写的作品 是写给中提琴的 叫做Christmas Dance 这首曲也是八级中提琴考试里面的其中一首 就是C10 第一样就是开始的三个曲就是第三个小节 我们要在弓筋去拉 还有不要用那么多弓 这首曲是给人一种很热闹 是很...很有欢乐的一首曲来的 One Two Three 你要拉到这首曲 首先你要明白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用三四拍子 它是用两种感觉去写的 那个拍子 首先是一个simple meter是三四 也有一个复合拍子 compound meter 六八 它有时会是三四 有时会是六八 我们首先要可以 立刻去转到这个三四和六八 或者由六八变回三四 其实整首歌的感觉都是in one 但这个in one里面 当它在simple time的时候 就是三四拍子的时候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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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很难的 但如果是六八变为六个音 一拍子里面要数六个音 由一二三变为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你听到那个pouse是不变的 只不过里面的音变密了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如果你可以唱得到这个三 三个音变六个音 再变三个音 再变六个音 你唱得到的话呢 那你只要做多一样东西 就可以做到譜上面 那个感觉 六八的感觉 就是当你数六个音的时候呢 在第四个音给少少一点action 因为我们知道六八拍子呢 是三个音一组的 是三个半拍一组 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OK 那如果我们想加强这个感觉的话呢 我们想有信心 拉得有信心一点 或者唱得有信心一点呢 那在第四个quaver呢 就要给少少action 所以就变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如果没有action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有action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那如果我们加上前面 三个一拍就变为 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那如果你做到这一样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六小节 它只不过把头那两个quaver 第四第五个quaver 连在一起 所以就变了 一三四六 一三四六 有很多人呢 会不小心呢 把那一三个quaver 还有第六个quaver 拉快了 变了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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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如果这样的话 就比成快的那头了 譬如 one two three 它是开心 但它不是开心到 它仍然有一种规律在这里 有一种规矩在这里 就不是很轻挑那种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大家不要将第三个quaver 第六个quaver拉得太短 和太迟出 第二样东西我会做的就是 我不会完全照着谱上面的指法 其实我觉得有好几个地方 谱上面的指法我是一般的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的 我知道指法是很个人 但是有些地方我为什么改它呢 我觉得它太过需要在高把位 我觉得在中提琴 尤其是在这首歌 越简单的把位 你如果能够用open string的话 出来的音色是越好的 你越是上高把位 不是说给别人听 你懂这个把位 而只是会令到那个音色 是没有那么容易出到来 如果你想给别人一种 很欢乐的气氛 你应该多一点 尽可能用到open string的话 比较响多一点 就是六小节 我就不会上三把位 我就不会用二手指 我就会用空弦的了 这边也是我会用空弦 当然我这个空弦呢 跟跟着那个两拍 我会中间有少少断开 就不会 不肯定的话 你唱一唱你都知道 那个音应该是连 还是分开少少 是会断开一点的 有人呢 或者你听到有recording 可能在那个 letter B 前的音 会拉长一点 类似的乐句 类似的转接位置 都会再出现 或者你未必想在这一边 是把前面 letter B 前的音 拉长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新的一段 是比较lyrical一点 是要像人唱歌多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节奏错了 来到最难的一段 你不可以看谱去拉 你要熟到背到这些音 你一看谱的时候 你的手指就会慢了 其实只要它的反应是慢了百分之一秒 你已经很难拉下去了 好像刚才我这样 就是双音这几个小节 如果你能拉到谱上面的高八度 那非常之好 但是我觉得它也写了另一个拉法 就是低一个八度 我觉得低一个八度也很听 我再试一次慢一点 哒哒哒哒哒哒哒 2 3 2 3 当你拉的时候 你练的时候 你会发觉某一些手指 是要一直按住的 譬如三手指很多时候是要按住的 譬如这里 是 然后这个小字也是 再看最后一段 Letter K 我们都会慢一点去拉的 在三把位 1 2 3 1 2 2 3 3 3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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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最后的弦我会完全停止 我不会让弦继续响 因为我想让人一个错觉 就是这里好像已经结束了 正当猶豫之际 原来我们还有一段 就是Animato那一段 我觉得音乐上的一个驾驶 但如果你一直响着的话 效果就会大大折扣 而我想那个Fingoring简单一点 所以我会全部在三把弦里拉 Open String 然后 一个拉C弦的G 一个拉Open String的G 这次就可以让它响了 大致上 我会这样去看这首歌 最难就是中间的Double Stop的那一段 但如果大家熟到 不用看谱都拉到的话 知道有哪些地方 是手指要一直按住 即使你是 Play Up to Speed Up to Tempo 你那段仍然会 你不会很紧张 你不会一直在看谱 但你一定要很熟才行 另外就是转拍子 即是由三四转六八 由六八去转三四 大家不妨去用 刚才我说的方法去试一下 如果有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是叶兆熙 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